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家晚上好 我们大家都翻到犹大书 各位读了没有 今天是第一课 那很重要的一些开头的话 我们今天正式查考 只有二十五节的 就一章二十五节的一卷书 各位犹大书跟我们刚读过的彼得后书 有很多的相似点 用的例子 字句都有相似之处 但是犹大书有相当强烈的一些警告 还有劝勉 特别是对那些偏离真道 传假道的 所以把这些人当作是一个叛教者 叛教 为什么叫叛教呢? 背叛基督教的 异端都是从哪里出来? 从教会里面 偏离真理的 所以他们叫叛教者 那么犹大书是谁呢? 各位我先做一个介绍 有些人对这些不太清楚 简单来说 他是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弟弟 也可以说是雅各 写这个雅各书的兄弟 他在书信里面都介绍了 很多人不太搞得清楚 这个圣经里面有两个雅各 我先讲雅各有两个 James 一个是使徒雅各 我们都知道使徒雅各是第一个殉道的 就死在西律王手下 你们看使徒行传的时候会知道的 那么这个是雅各 使徒 The Apostle James 那另外一个雅各呢? 是谁? 另外一个雅各 就是我们主耶稣基督 跟主耶稣基督同母义父的 Half Brother 就是写这个雅各书的 那后来 他在这个耶路撒冷教会的公会 跟彼得、约翰 一起成为耶路撒冷教会的领袖 那个雅各 不是Apostor 不是使徒雅各 是主耶稣的弟弟雅各 那么现在呢 这个犹大 就是雅各的兄弟了 他们是亲兄弟 同父同母的 所以也是主耶稣 同母义父的 各位了解吧 兄弟了 所以我们要对这个相当清楚 那么我们会知道 这个起初呢 主耶稣的兄弟们都不太信他 如果你们读约翰福音第七章的时候 有一次 兄弟们对主耶稣说 对他们的兄长 那时候把他当作兄长 哎呀 你行这些神迹啊 你要成为有名的人 应该要到犹太去做 在那个地方行 要成为有名的人 谁在暗中行这些东西 然后圣经说 他们说这些话 是因为不信 他就是那位弥赛亚 只有把他当作是一些 可能神医 或者有特别的恩赐的人 可能是这样 所以呢 连雅各 犹大 犹大 Jude 其实他们都是亲兄弟 但是呢 原来都不信 我们主耶稣基督 他的神圣的职分 也不信他的神性 虽然从小跟他一起长大 那么在这点上呢 直到主耶稣基督死而复活 宝座升天之后呢 雅各 犹大 他们都重生悔改了 所以成为了神的仆人 那么 我们现在读这个犹大书 其实他的名字跟犹大一样 英文翻成Jude 其实不用Judas 因为要区分 要区分 那犹大呢 不将自己称为一个使徒了 如果你们看17节 他说 亲爱的弟兄 你们要纪念我们主耶稣基督之使徒从前说的话 所以他不称自己为使徒 但是为什么他写的这个书信就列入正典 圣经正典 这66卷书的第65卷就是犹大书了 这当然有可能是 它是跟我们主耶稣有亲属的关系 它也是我们主耶稣整个生涯 他的见证人 不但是三年半 跟他一起长大 认识他 也知道他 看过他的整个的为人 性格 谈吐 当然 这一些不足以一个人能够认识神 除非圣灵做工 就算是自己的亲兄弟 他们到主耶稣出来服侍的时候 还是疑惑 后来这个犹大书 一来这是不太受学者比较关注的 但是这个格力缅 你们懂格力缅教父 Clement 我们讲教父的意思就是使徒跟圣徒中间 因为要传递的时候 教父格力缅有验证这个犹大书的真实性 那么从这些我们会知道什么 一个人 不管他的地位条件如何 没有特权 没有特权 不管你是总统也好 你都要来到基督的面前 要重生悔改 因为世人都犯了最亏欠神的荣耀 没有特别的人 没有不需要悔改的人 就算是约瑟 玛利亚 他们都要悔改 对不对 这是一点很重要的话 那么另外呢 在这本书呢 刘大书呢 应该是在彼得后书之后写的 所以你们会看到很多相似点 那么我是认为 这本书建于 差不多AB68到70年之间写的 彼得是几时候宣教 几时寻道的 差不多AB68 这本书应该是在耶路撒冷里面写的 学者是这样讲 为什么在这两个字间 为什么不是AB70年后呢 你们一定要知道 在AB70年 整个耶路撒冷 以色列发生了很大的一个危机 就是罗马提多将军来毁掉整个耶路撒冷 然后把整个圣殿拆毁掉 这个在犹太人历史里面 这是一个极其重要的 重大的事 也悲惨的事情 所以 如果没有把这件事列入书信的 我们应该都会知道的 应该是在AB70年 整个耶路撒冷被毁之前写的 所以 犹大书是在这个阶段写的 那么这本书比彼得后书强调假教师的危害 更用更锋利的话来讲 为什么呢 因为我相信彼得写了后书之后 他离死了 但是这个假教师的势力越来越扩大 越来越扩大 所以带来了整个很盛行的一个假道的传递 所以犹大写的时候 应该是很多彼得后书写的 所以例子很多相似的 我们一起看一下 你看 比如说我给各位看第十节 他用很锋利的话 第十节 但这些人毁谤我们所不知道的 他们本性所知道的事 与那没有灵性的畜类一样 所以把他们说是畜类 没有灵性的畜类 在这世上竟败坏了自己 所以他们被称为畜类 他们毁谤自己所不知道的 然后他们这里说什么 然后犹大又用很多旧约 百姓受审判 还有旧约天使 讲到天使受审判的事情 你们看第五节 第五节 他说从前主救了他的百姓出埃及地 出埃及地了 对不对 这个都是好像以为是神的子民了 出埃及好像信主重生的意思 后来就把那些不信的灭绝了 这个很恐怖的事 这个告诉我们什么 这个告诉我们 审判要临到神的子民当中 所以在教会里面 你会发现很多 只是在教会里面做礼拜堂图的 他们好像受洗了 好像过红海的 但是在旷野灭掉了 原来他们是不信的 把他们灭绝了 然后第六节说什么 又不守本位 离开自己住处的天使 主用锁链把他们永远拘留在黑暗里 等候大热的审判 我说过 这个是讲到灵界里面的审判 天使也不例外 然后第三 你们看 第七节 又如所多玛 俄摩拉和周围诚意的人 也照他们一味的行淫 随从逆性的情欲 就受永火的刑罚 这个是永火的刑罚 当然那个时候是天上活下来 但是其实这些人都是灭亡的 对不对 都是灭亡的 所以用这个来预表将来永远的活地狱 作为一种见解 一种警告 所以无论现在这个世界怎样合理化 说同性恋是合法的 什么堕胎是对的 family planning 婚外情是没有关系 对的 你都要受审判 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 这是上帝的话语 所有有罪的都要受审判 对不对 所以信徒身为基督徒 我们蒙恩之后 我们怎么尽全度日 我们有时候受这些东西试探的时候 我们要怎么征战 也证明我们是属神的 我们不是在永远的火里面灭绝的 不是 我已经得救了 所以我做这些没有关系 绝对不是 一个真正基督徒的DNA 他的心灵里面 圣灵的工作 圣灵的担忧 不会叫他 没有关系 反正我得救了 我这样我也没有关系 绝对不是 所以道要讲得清楚 神的话 得救是来自神 对不对 你得救了之后 你重生得救 重生的那个生命 证据在你的生命里 你与罪征战的那个证据 在你的生命里面 绝对的 所以叫你们 不与世人一同定罪 这是很重要的话 那么 所以在犹大书里面 也会告诉我们 你看这些旧约 你看这些旧约的话 这些都是旧约的 出埃及 天使 索多玛 俄摩拉 还有什么 你们看11节 他们犹豁了 因为走了该隐的道路 讲到该隐 又为力往巴兰的错庙里直奔 并在可拉背叛中灭亡 各位有没有读过旧约圣经 我们圣经旧约走过了 你们懂这些谁吗 该隐你们知道了 杀他的兄弟的 对不对 还有谁 巴兰我已经讲过了 上一回 就是帮那个摩亚王欺骗 叫这个以色列人跌倒的 很像先知 很多的牧师就看奉献 看钱的 好像预表这样的人 还有什么 可拉党 可拉党 他们在旷野 抵挡摩西 对不对 地开起来吞吃他们了 那可拉 所以有这样的旧约 很多的人被审判的事情 各位 其实犹大书里面 用很多旧约的例子 各位一定要知道 旧约不是单单讲历史 也不是单单讲律法 有人讲旧约讲律法 新约讲恩典 好像是这样 其实在旧约里面的 所有审判的事情 所有审判的事情 和新约 现在假教师的圣行 偏道 传假道的时候 你放起来看 现在末世的时代 末世的末世 上帝要怎么审判 现在传假道 所以我们一定要明白 所以从这个地方 我们会分辨说 如果有一个人说 旧约讲律法 新约讲恩典 No 旧约是讲律法 但是上帝也是用恩典 怜悯来对待他的百姓 你们了解吗 只是说 那个律法叫人之罪了 那新约呢 讲恩典不讲律法 No 这是在恩典里面 上帝用恩典来拯救人 拯救律法不能拯救的人 但是呢 被拯救的人是怎么 重视上帝的律法 看重上帝的律法 对不对 能够靠着圣灵 做超出律法所行的 也受律法的保护来活 所以这个是 我们一定要明白的 所以当末世时代 走不去的时候 你看很多教师就讲新约 新约的恩典 新约的祝福 旧约的很多的 实际的 你看 新约是犹大叔 为什么用旧约的审判 来告诉我们 新约很多的假教师起来 他们为满足自己的私欲 欺骗上帝的百姓 那么我们一起明白的时候 我们就能够分别 我们分别得很清楚 原来上帝 旧约的上帝 新约的上帝 他们是一次的 他们是一起 他们是 这两本书 新约比旧约更完全 因为新约是旧约的成就 但是从新约 我们才能够明白 主耶稣在新约成就的事 才能够明白旧约的启示 更完整地理解旧约的启示 所以这两者一定放在一起 所以现在用这个很完备的认识 你会看到有一些 有潜在欺骗力的 有一些教导 似是而非的教导 各位绝对要谨慎 尤其是那些 把我们整个的思绪 跟信念 就转为基督教是讲 恩典 祝福 成功 然后从来不讲审判的 不讲悔改的 绝对错 所以这点我们一定 从犹大书会知道 所以犹大书的 就一章的信息 我们再看犹大书 犹大书我今天 读了很多遍 然后我终于定出主题了 只有一章 那个主题是我用第三节来定 你看第三节 亲爱的弟兄 我想尽心写信给你们 论我们同德救恩的时候 就不得不写信 劝你们要为从前一次交付 圣徒的真道 一次交付的 圣灵启示的 对不对 借着使徒们启示的 那个真道 竭力的真辩 这句话很重要 你们再看第20节 亲爱的弟兄 你们却要在 至圣的真道 真道又出现了 在真道上造就自己 在圣灵里 祷告 所以我定出的主题是 主题 犹大书的主题 为真道 竭力的真辩 为真道 竭力的真辩 其实整个犹大书 讲来讲去 就有两个内容 第一个就是 一直在讲 这些假教师 他们的错 他们的灭亡 灭亡 他们终究的结果 其实一直在讲 这个叛教者 他们的邪恶 他们的结局 他们的作为 一直讲 然后另外呢 就是讲什么 要我们在 在真道上 在真道上 造就自己 最后造就自己 然后 另外一句话 在圣灵里 Holy Spirit里 祷告 所以各位 你要在圣灵里面 祷告 不是你自己 关灯 拍音乐 然后就会想象 不是 你要在圣灵里 祷告 一定在真道上 造就自己 所以一直要在真道 这个叛教者 无论怎么尽钱 怎么有口才 他们是不能蒙悦纳的 因为他们是离开真道的 你们了解吗 所以都是这个 为真道 所以我定出 其实讲来讲去 整章25节都是讲这两样东西 这两样东西 一个总结来的 所以我定出为真道 争战 竭力的争辩 那么各位 我在定这个主题的时候 我一直问我自己 听了这个主题 感动怎样 有一些人 可能会说 特别是争斗性不太强的人 不太喜欢这个主题 怎么是这个 真道是 我是不喜欢跟人争辩的 这个争辩 怎么不像你这样 跟人家问题解答的时候 你就回答 然后就证明 证实 辩论 我不是这样 我的个性很柔顺 或者有些人说 我是不跟人讲这个 是非 对错 我是只有讲爱 我们爱就好 我们彼此包容 彼此接纳 比较是这样的东西 我明白各位的个性 但是我们先不要用 我们的个性 或者倾向 来选择喜不喜欢这个主题 为什么圣经要给我们尤大叔 然后尤大叔刚好在启示录 这个末世论的前面 我们信徒是否都要看重 真理的政变 或者为真理争战的这个事情 所以我们先有一个 今天我先要问各位 叫各位想 认识三个东西 先一个虚论 你们先问自己一个问题 如果今天教会 只有讲爱 讲有关生活 讲社会福利 帮助穷人 人的家庭 解决疾病的东西 等等 一句话 就是爱跟生活 然后 在真理的严谨 不守着 也不太强调 马马虎虎 那么过了 一百年 两百年 你觉得会怎样 我现在问各位 你现在想 如果教会现在不严谨 没有像朱牧师这样的人 我觉得我们都爱 我们来 一起在美主 摆摆肩膀 拥抱 主爱你 我们一起祷告 家庭有问题 我们一起 只有这样 但是如果没有这样的 门讯 没有这样的 区分性的信息 没有这样的 变明真道 推翻假道 没有讲这个 一百 两百年 你问 还有没有人读圣经 如果你说有 OK 还有人读 但是他会怎么读 他就像 人在学校里面读历史书 读文学书 这个是一个历史 是一个参考的道德 或者是一种 很有浪漫的 诗篇 诗词都在里面 可能是这样读了 对不对 各位会不会觉得是这样 为什么这样 你们问为什么这样 其实我跟你们讲 不需要一两百年 三十年 五十年 如果没有为真理 争辩的人出现 三十年 已经变成这样 为什么呢 因为 没有一个绝对 客观 的真理 各位 真理是多么重要的 绝对 我问各位 你现在 你生活的整个的准则 你爱人的整个准则 什么是对 什么是 你有没有真理在后面 一定有 你跟人相处 我喜欢他 他就喜欢我 那我们就相爱 只有这样吗 真理一定会告诉你 什么是爱 什么是真正的爱 我真的爱他吗 那我真的为他牺牲吗 你有没有 如果我喜欢他 他喜欢他 他给我的情绪很好 我就就这样了 这个世界都变成这样了 哎呀 女人我也爱 男人也爱 同性也可以爱 什么都 我心里面就是 然后这个东西 全部出来了 如果没有绝对的真理 真相 告诉我们说 哪一个是绝对对的 哪一个是 无论你感觉怎么好 绝对不对的 如果没有这个东西的话 三十年 五十年也这样 每个人随心所欲 你想怎样就怎样 你说什么是爱 就是爱 你说什么行得通 就行得通了 那个就是真实的 只有这样了 所以教会关门了 心理学全部会兴盛了 因为心理学 马上可以感悟到 那个人的辅导学 人伦科学 全部兴起来了 这个讲台 不是讲圣经了 圣经在后面 科学在前面 好像圣经要证明科学 变成这个样子了 不到三十五十年 我跟各位说 一个堕落的时代 并不是什么杀人 什么奸淫 什么同性恋 圣经在罗马书 还没有讲到同性恋 讲什么 人行不义 阻挡真理 对不对 绝对否认真理 哪里有绝对客观的 哪里有 对不对 这个圣经 人写出来的 人说的 人就是自己翻译的 对不对 今天 我前不久 我听一个人说 哦 首都马俄摩拉 灭亡不是同性恋的 是因为他们没有 hospitality 没有接 没有 没有接纳人 没有爱 是什么解释来的 这个东西 对不对 去教会 随便这样学习 这些东西 那个重点 那个绝对不变的 在哪里 所以我现在要讲的是 没有比 这个宇宙里面 绝对客观的 这里被磨杀掉 更可怕的事情 你们听得懂 这句话吗 如果整个拿掉的话 人马上看这个宇宙里面 哇 没有神 为所欲 为 随行所欲 人好像有绝对的主权 如果我也有绝对的主权 你有绝对的主权 最后是怎样 我比你强 我杀掉你 我强娶你的妻子 你的孩子 你的家人 那我就是对的 到最后就是这样了 因为我比你强 这个就是有罪的人 他最后一定会躲到这个地步 如果没有真理 来禁止他 谴责他 归正他 你们了解我的意思吗 所以 如果这个没有了 世界的法律是什么 所以你们看 这个世界的法律 法律也是有一点模糊 对不对 我们每次问 为什么这个法律是什么来的 如果我们讲 法律是人的良心来的 你的良心告诉你 你不能做到这个地步 不能做到这个地步 杀人是不对的 对不对 你不用律法 你知道杀人不对 但是有一天忽然间 很多人都说 family planning 这个孩子没有 没有 只是一团血 可以剁掉了 生出来他更惨 对不对 然后这个是法律合法化了 谁可以剁胎了 这个是合法 圣经从来没有接受 这个法 你们了解吗 圣经说 他已经有了生命 有了灵魂 你们剁掉他 你们就是杀人 你看 真理是这样讲 对不对 所以法律 是跟着人的良心 已经堕落了 慢慢会依从多数的 慢慢会依从多数的人的 没有绝对客观的真理 人的心里的喜悦 对不对 那喜悦 慢慢就变成合理了 人都合理了 因为你喜悦 人都这样做 对不对 所以 男的喜欢 男的也可以 如果 那为什么 你们等于是 要讲同性恋的东西 因为神定了一男一女 如果你反一男一女的原则的话 那么有一天 你说 我跟不可以 我跟人不可以 我跟动物 我可以不可以 我比较喜欢小孩子 因为小孩子天真 我喜欢跟他有关系 性关系 你们了解吗 人性没有绝对的真理的时候 他自己想怎样 他心里所写 因为他心里面有私欲 然后有撒旦 对不对 所以绝对不能没有真理 如果你说行得通 行得通就好了 这个世界有多少行得通的方法 但是是暂时行得通 很多人买股票也赚钱 然后越来越多人买股票赚钱 你行得通 但是真理说 不劳而获的钱财 你得了会怎样 是绝对不对 然后你这样 他得了 一定有人输的 那你让这样的运作在社会里面 所以不是行得通 不是经济好就好 绝对不行 所以我也有些原则 对不对 我们虽然不能做得完全 但是我们认识真理的人 我们有一些原则 所以人的很多的文化 其实堕落的 多人接受的 多人 所以民主 其实民主可以说是 以没有神的一个国家来讲 在人的层面最理想的政治 方策 这个叫民主 但是其实上帝带领以色列是神主 对不对 摩西 他怎么听到主 带领 当然这个话说 那谁是摩西啊 现在 对不对 所以这些都是有很多的一个原则在里面 我们一定会明白 但是 没有客观的真理的时候 这些 都是只有相对的 相对 我亲爱的弟兄姐妹 如果当人 使徒 已经把上帝全部的真理 启示出来了 如果人不接受绝对客观的真理 人性会变得越来越自我 然后道德变乱 一定会的 如果信徒 就是不接受使徒所写的书信 那慢慢你会发现 immorality 那个不道德 慢慢就会潜入教会 潜入教会 所以教会里面慢慢很多会妥协 对不对 然后教会来到一个地步 随便封使徒 尤其是末世时代 我顺便讲这个东西 随意称随为使徒 这个使徒只有旧约的 随意称使徒 然后新的说法 新的预言 就是出现的时候 这个圣经的权威慢慢失去了 人要听某某牧师为我的祷告 他为我祷告 我生意就兴容 他为我祷告 我就有特别的恩赐 这些东西 相对的人的东西 卷入教会的时候 非常不好 所以我相信 我相信犹大叔写的时候 这些东西是非常盛行 那么 你们注意听我现在讲的 那么 我们如果说 那 Bible 绝对的真理 你讲了 圣经说 人的信是要这样的 人的钱是要这样用的 人的家庭 夫妇是要这样生活的 儿女是要这样教的 比如你这样讲了 我才不听 比如说人家说 我才不听 对不对 但是你要知道 当你说Bible 这是圣经的立场 听了可能更刚硬 有一些人 但是比没有更好 你们听得懂这句话吗 你的孩子 你跟他说有一些道理 对不对 他不听了 甚至你惹他的气了 他生气你 你叫他读书 他生气你 但是你还是要读 你是学生 比你不讲更好 对不对 你还是要讲的 你做人怎么能这样 还是讲对不对 虽然他很腻 如果你没有立场 你一模 我也一模 然后OK了 OK了 我开始不讲的时候 你孩子完蛋了 慢慢完蛋 所以这个世界 还能存留 因为圣经跟圣灵的工作 还有信徒敢放胆 辩明真道 敢说出基督徒的立场 这个东西 所以我们基督信仰里面 我跟各位说 人虽然不能马上做 有说等不说好 但是你怎么说 这是很重要的 不管这个世界 比如说 我在讲 好像有一些的运动 越来越强大 好像LGBT的运动 越来越强大 或者这个Green Movement 你们有没有听过 这些好像在教会里面 整天讲环保 环保这些东西 我们有一些弟兄姐妹问过 什么你们没有讲 好像社会福音 环保这些东西 这些东西 人家也讲福和真理 上帝造这个世界 是怎样 好的 我们人类破坏这个世界了 我们应该要怎样 OK 你们 这些 都是很 这些我们不能否认 但是有重要和次要的 我们一定明白 这个人类堕落之后 救赎是最重要的 救赎是最重要的 那你的环保的东西 是那个位置 不是不重要 位置在哪里的问题 所以我现在顺便跟各位讲 各位好好听 我现在要讲的东西 当我们把真理的立场 讲出来的时候 我们要谨慎 要小心 一些基督徒 说我要站稳立场 然后跟同性恋 这些宣战 我刚刚从台湾回来 宣战 思维这些 然后讲很多的话 同性恋者 他们就是会变成恋童的人 你们了解吗 有些人这样讲 各位这是不对的 恋童的人不但有同性恋 也有什么种恋 正常的人也会 对不对 所以我们在讲 有一些东西的时候 我们在说出一些真理的立场 不能过度的 你们要了解 偷的人 什么种人都会偷的 你有钱也会偷 没钱也会偷的 我们不能过度的 为了要维护真理 我们condemn 所以很多同性恋者的 势力越来越大 也是信徒 在讲真理的时候 不准确 所以这种问题 就是同性恋者会变成 那个link在哪里 你有没有研究 你有没有statistic 你有没有统计 所以这点是我们一定要 基督要凡事的 OK 这个我先讲 那个行为是不对的 但是有些人 可能生来有这样的 或者受伤过 有这样的倾向 就爱他们 但是就不许可 他们这样生活 是一定讲 主要救他们 要讲清楚 这个真理 真理里面有爱 真理里面有救赎 要讲清楚 这点是我请我们弟兄姐妹想 这些green movement 环保的东西 多余的 你这样讲的话 不能的 这些是也重要 但是有它的位置 有它的位置 比如说敬拜赞美 有些圣歌团 整天都去敬拜赞美 的确有它的好处 但是有它的位置 敬拜赞美 绝对不能剩于一个 崇拜里面的神的话 有神的话来削弱 来敬拜赞美 多起来 这是不好 你一定要讲出重点 你按着真理来讲 那个重要次要的 甚至你跟别人 有不同的信仰 你传福音 这个礼拜 刚刚过的礼拜 我的孩子 带了两个朋友 就是过来 一个信徒 一个佛教徒 那天师母 就是呼召的时候 他的这个朋友 佛教徒去举手 我儿子回去 太开心了 然后呢 他就 哇 SMS他 很多的这个 圣经节 你相信吗 世界末日要来了 你相信耶稣吗 他说 我相信耶稣 我相信耶稣 但是我也相信 布达 然后呢 我的儿子 哇 I'm going to tell him 我说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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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孩子 你听爸爸讲 哦 布达 他也是一个好人 但是布达没有讲 他是神 你要这样跟他讲 你不要侮辱他的布达 他就信了布达这么久了 那个 他是我们尊敬的一个善人 但是他不是神 你要得救 只有神能救你 你要这样讲 那他就 哦 换一点 他就跟他朋友讲 I respect your Buddha But he's not a god Only Jesus can save you 他的朋友 第一句话过来 Thank you for respecting Thank you for respecting 谢谢你尊重 然后我想 我考虑一下 可能有一天吧 因为我生来就是Buddhist family 但是有一天 我现在两个都信 但是可能有一天 我会比较偏向耶稣 哇 我的儿子看得很好 我说对 你跟非信徒川普英 就是要这样 你们了解吗 我们这个 不管是穆哈曼 他们都是 有造福人类的一些证据 然后回教徒都信了 我们绝对不能推 我们要把事实讲 但是他不是神 他只是先知 对不对 还是什么 他不是神 他不能带来救赎 这个宗教是好 叫你做善 但是没有带来救赎的潜能 生理 不在里面 所以你们一定要知道 这一点我们要冷静 思考 真理要很牢 很坚固在里面 但是我现在讲的 这些都是让各位 让各位明白 真理的绝对性和主要性 我再讲一遍 如果这个世界只有讲爱 信徒教会只有讲爱 生活 没有辩明真理的心智 慢慢三十年 五十年 没有了 所以为什么使徒 彼得还有犹大 他们这样迫切 第二 第二 教会受试炼的重要 各位 教会 为什么教会要受试炼 你们有没有想过 为什么我们圣徒受试炼是必要的 你们注意听我现在讲这个连接点 如果教会没有试炼 绝对不会看重真和假的重要性 你们了解我的意思吗 或者真和假的关键性 critical 如果教会 各位 教会是只有受试炼的时候 才会关注真假的重要 教会没有问题 用很多的方法能够复兴 按照什么人数策略 很多人进来 有谁会去想 什么真理 大家很多人进来我们教会 我们要爱 我们要探访 我们要帮助 我们做这些社会运动 我们一般上是这样 对不对 所以有些教会说 我们只有讲爱就好 弟兄姐妹 我们人一进来 我们让他们感受到爱 在台湾有这个 有些弟兄姐妹问 这个幸福小组 你们有没有听过 幸福小组 来到这个小组 很幸福 大家一起吃 一起安慰 一起谈 很幸福 给人很幸福 很快很快 很多人 十个变二十 二十变三十 一直这样 凡直到千人都有的 这个教会做这个幸福小组 这个幸福会一直到什么时候 一直到人不能再爱 然后彼此伤害 那个时候就出现了 你就会想 我们不是要来幸福的 为什么呢 变成彼此受伤 那个时候我们才会在想 对不对 如果教会没有失恋的话 不会想 所以现在很多的社会的势力 对不对 同性恋的势力 心理学的势力 潜入教会的时候 教会开始会去想 为什么 为什么整个社会会 连同性恋会合法化 因为教会慢慢 慢慢发现 为什么我们要忠于真理 你真理把神 神权和人 讲得很清楚 对不对 如果我们只有人 对不对 人数 人的爱 神的质疑是什么 没有讲 今天神要救赎 我们今天好感救醒了 不要伤害 那么亲爱的弟兄姐妹 慢慢的有一天失恋来了 教会有失恋来了 你就发现 不能 不能 所以教会 很多的信徒是这样 很多信徒 他们自己有一套方法 所以他们教会大概听到 但是方法 生活方法是靠自己的 其实一样的 一个人有很多方法养育儿女 把他养育很成才 成绩很好 很优秀 但是有一天 开始这个孩子不来教会 然后来他不孝顺 我就跟你 你就想 我的方法不是很好吗 我以前养他的时候 你才会发现 原来 你要按着主的教训 教导他 这是你长大的时候 在你关注他的学业 他的优越 或者他的品格里面 你没有把真理 教导他的清楚 所以很多方面 教会不能单单讲爱 一定要讲真理的爱 爱不是一个感觉 是一个命令 信主不是单单讲觉字 乃是讲重生 对不对 一定要讲这个 教会不是单单讲人数 要讲本质 人进来有没有遇见神 里面的人真的被真道生出来的 所以我一直说 忠于真理 这是我的宣教 我一直讲 Committed to the truth 忠于真理 所以当我们基督生命堂 我们很多人慢慢来到我们教会 我们人多一点 多一点 这样多的时候 在网络很多人听我们信息 我们事工大起来的时候 其实很多的教会 我发现犯了一个错 就是当人数多起来 他们慢慢就削弱真理了 他们就什么东西立场不要讲 有些东西不要讲得太明 会伤害到人 其实刚好相反 教会慢慢多起来的时候 这个真理的教导要更精准 更精确 因为我明白 如果我们讲实际的 比如说人多起来 如果很多困苦流离的人来了教会 通常你讲 很多困苦流离的人 需要医治释放的人 涌进教会的时候 心灵很破碎 家庭有不特殊的环境 我们教会通常是需要什么 教会通常需要爱 因为他现在 他直接空缺的地方 你要满足就是爱了 所以爱来讲是什么 辅导 聆听 认识他 他家里有问题 去探访 这些都要做的 对不对 这个就是一个爱的满足 因为人是直接要被满足 但是你满足这些东西的时候 你一定要问 在我满足这些的时候 我要怎么把真理的道教导他 使他深根建造 信心坚固 他能够忠于真理 所以他才能从他的问题真正走出来 如果只有都是爱 这个礼拜来了 还还是爱 下个礼拜来了是安慰 又来了参访他 他感觉到大家很爱 但是你也做不久 你也做不久 然后那个人要的越来越多 越来越多 一直到他 借着真理遇见神 他归正 他应该要 改的地方要改 要成圣的 要更新的 要更新 那个时候他明白了 对不对 应该要悔改的 要悔改 这个就是为什么 那个爱开了人的心之后 你一定要教导 所以我很看重 弟兄姐妹来这个聚会 这个门徒培训 没有这个培训 我们还是用什么 用感觉来活了 用好感来活了 对不对 用真理来活 真道 是最重要 要给人在真理上 有牢固的一个根基 所以用这个真理来 一定要区分 你要区分 你要区分什么 绝对的和相对的 相对的 你们知道吗 相对就是会变的 会变的 今天是这样 明天是那样 对不对 你的情况会变的 他是绝对的 上帝爱你 上帝为你预备的 但是你今天 可能失去工作 明天会得着工作的 会的 你要区分永恒的 你要一定要永恒的 主会再来 第二次来 主会再来 对不对 他要奖赏你 还有什么 永恒的 还有暂时的 暂时 暂时现在 我现在很辛苦 对不对 我现在没有人爱我 我现在很需要一个配偶 但是就说 叫我等 你看 所以 我们基督教信仰的一个难处 在这个地方 因为人 都是希望这个东西 都是活在这个地方 但是神把这个绝对的永恒 告诉我们 然后告诉我们 我一定会看顾你的今天的 你遵守我 我会再来赏赐你的 然后今天我与你同在 你暂时的难处 你不要妥协 你不要妥协 所以我也不是说 这个不重要 乃是 以这个 来祷告 寻求圣灵的带领 来活出 现在 现在 现在相对的环境 难处 活出这个 要区分 区分线 你区分了 你才 你才清楚 你的主跟次在哪里 这个很重要 然后用真理来做什么 除了区分 用真理 还有什么 你一定要实践出来 活出来 活出真理 put into practice 所以真理呢 主耶稣是 倒成肉身 祂把真理活在肉身 所以我们 没有put into practice的 最后道理 听听 你发现 能力不出来的 能力不出来的 能力是什么 你活出来 你传福音了 你们去死万民 做门徒 对 我们今年要得到 五十个人 你去传 你不用定 target 这个target 是教会的一种方法来的 你去传 你传了 你跟非信徒传 信徒也兼顾他们 实践出来 对不对 上帝要祝福我的经济 什么东西 上帝 你好好管理 奉献 然后用 钱 怎么样用 你一定会有钱的 你随便不管 我想花就花 全部没有 实践出来 圣经的话 全部 讲得很清楚 各位可以吗 今天很多真理 这是很重要的 前面的课是很重要 一定把这个东西讲清楚 我前面三个虚论给你们 第一是什么 你们记得 如果今天 我们就讲爱 讲生活 但是没有绝对客观的真理 完了 这个世界完了 教会完了 世界也完了 对不对 所以绝对有这个 绝对客观的真理 另外一个 教会 但是教会是软弱的 没有问题的时候 不会管真假的重要 不会讲要什么真辩 对不对 问题出现了 教会受威胁 你的家庭受威胁了 对不对 你的婚姻受威胁了 你会想 主啊 为什么我没有按照你所讲 你才会去讲 对 什么是真的 什么是虚的 你才会想这个东西 对吗 然后那个时候才会觉得 其实我们在教会里面 每次讲爱爱爱 一受伤就离开教会 假的 这个爱 爱都是感觉 对不对 没有这个东西 我们一定要通过这个东西 最后第三 讲完这个我们就去 休息一下 第三 我讲了 这些都是很硬的话 听起来比较硬 对不对 但是必要的 因为神要跟堕落的人类讲话 没有这个真理 人就慢慢跟从假先知 假先知讲的都是合乎我们的私欲的 用私欲来解经的 但是现在第三 你要知道 各位 真理是什么 以爱 来结束 各位 终究 不要以为 真理就跟你讲黑白 真理是讲爱 真理不是叫人 骄傲 也不是叫人进到争斗 乃是你区分了之后 叫人来到主的面前 叫人 我们用各样的智慧教导人 劝解人 把人引到基督的面前 使他能够活出真理 对不对 但是 你知道的 我们要这样做的时候 注意听 当我们要把人带到神的面前 但是这个是一个过程 你问有谁能够做得完全 牧师也做得不完全 你们也做得不完全 对不对 所以 我现在跟各位说 真理最后是讲爱的 爱在哪里 你们看犹大书 你们看犹大书 我给各位看 我们教导 劝勉 责备的人 都是这个爱 带着爱的心态来着 犹大书第21节 你看 21节最后说什么 讲了很多假先知的话 21节说 保守自己 藏在神的爱中 仰望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怜悯 直到永远 22节请各位注意 犹大特别说 有些人存疑心 对不对 他们还疑惑 你们要怜悯他们 不要定他们的罪 怜悯他们 因为他们可能还会信的 怜悯他们 主啊 继续为他们祷告 求主快点拯救他们 第二 有些人 你们要从火中抢出来 打救他们 这个弟兄 明明是主所爱的 但是他活在罪里面 对不对 活在罪里面 我知道了 要把他从火中救出来 有没有 有没有爱 怜悯 对不对 还有 有些人 你们要纯惧怕的心 怜悯他们 为什么要纯惧怕的心 怜悯他们 有些人 抵挡得很厉害 就是 哪里有真理 然后 甚至亵渎的话 好像这样讲 你们的 你们有 你可以叫你的上帝 降火下来 烧我们 可以的话 有些人这样 对不对 我们看到他们 不是说 哇 求求上帝 快点降火 烧死他 快帮忙他明天车祸 没有 这样 我们是怎样 主啊 他 求你怜悯 我真的为他感到惧怕 他能够这样 这样的吗 他不知道自己的悠闲 他的命运 上帝盖住他 鼻子三分钟 他就死了 但是他这样的骄傲 求你 带着惧怕 因为你可以感觉到 地狱的火很靠近他 你们了解吗 带着惧怕的心 怜悯他们 各位有没有爱 爱 我就发现 圣经的话 其实 圣经的爱是真实的 他的前面的严厉 最后是用爱来结束 所以我有时候 回答什么神学课 神学问题 人家每次问 不是啊 信与不信 可以在一起吗 这些东西 我不是要 可以不可以 能不能 我这样讲的话 没有意思 我要讲的是什么 上帝为什么要这样说 对你的生命有什么好处 你跟非信徒在一起 有什么害处 然后上帝为你 预备的一条路是什么 对不对 其实我们要回答 你们知道 我每次要做问题解答 人家每次问 这些信与不信 同性恋的东西 其实我 我不是单单给他一个 theory doctrine 那个教育 我听到他问什么 自杀能不能得救 可能问这个的时候 那个人是想要自杀了 所以我这次也回答这个问题 在台湾 我说自杀 首先知道 我们得救是在于什么 对不对 我们不是因行得救 只是 而是借着神的恩典 因这信得救 那我们的软弱 这样的 最后的情况 但是如果你真心的 上帝会救你 但是你 如果真心的 为什么你要 你要结束你的生命 你这么苦呢 你一定要回答 你要有爱的层面 要连续人 那个人正在挣扎 对不对 可能他自己连对自己有没有得救都不知道了 他只知道我受过喜乐 如果我现在死了 能见到神 我比现在更幸福 我现在很痛苦 可能是怎样 要救他 所以我们的难处 我们又要把真理讲 但是里面要放着爱 要拯救 这是一个重要的话 所以我们不是护教 我们乃是要保护 请大家 这些方面 我现在讲的 你们觉得好像有一点难一点 那个精神你得到 我觉得保证 人人跟你在一起 他能够闻到基督的响起 你的孩子跟你在一起 知道你不是只有讲道理 你有一个heart 你有一个心 对不对 人跟你在一起 知道你有一个心 你是在乎人的生命的 那怎样的人 他会尊重你的立场 慢慢你会信他 我们休息一下 我们这里哪一位弟兄姐妹 听朱牧师讲 我们要为真道竭力的争辩 你心里面有压力 有没有 你们有谁这样 你们举手 都没有压力 没有压力就是你们会这样做 那我马上就是 有一些人 就是真的讲 其实也不是叫我们跟非信徒争辩 我们把那个真理先火出来 然后有一些原则 我们守住 然后人家问我们 为什么你这样做 那你说因为我是基督徒 对不对 比如说做会计的 我们不做两个账 只做一个账 对不对 那这个你守住 同时觉得 为什么你违背老板的话 因为我是基督徒 总是要显出你是 忠于真理 忠于主的 那人就知道 你做基督徒不是挂名的 你做一个基督徒不是只有上教会 你的信念是最尊贵的 所以很重要的话 所以我们一起看 这个由大叔 我们再翻开来 如果各位还没有读完的话 盼望各位下一回来读完 二十五节很容易读的 但是我帮助各位 怎么快读 有一个大纲给你们 你们可以跟着这个大纲来读 有其实五个大纲 五个大纲 六个 第一个大纲 在你们读的时候 犹大 的身份 他介绍自己 对不对 还有 他问候的话 问候 问候于祝福的话 问候众圣徒的话 所以这篇 是第一跟第二节 这是很简单的话 所以圣经里面 因为这是上帝的 绝对的启示 所以我们慢慢读 然后解释 每个字每个字 有圣灵的亮光 第二 第二 就是讲到 与 叛教者 我们一直讲叛教者 英文叫 apostate 对不对 叛教者 宣战 我们是 要竭力地 为真理 竭力地争辩 宣战 为真理争战 所以 当世界 各样的文化 信念 特别 我们宣战是什么 我很少跟人家 争战 除非 从教会里面出来 那些假道 我才征战 我跟非信徒在一起 都是讲爱 对不对 但是那些 会饶容 掳掠人的思想 有些假道里面 扭曲圣经的话 我是对这个很生气的 然后教信徒 全部 走向另外一个福音 这个是 最严重的罪来的 所以 犹大叔写的时候 彼得后叔写的强调 虽然都是用一样 但是彼得后叔 多是兼顾个人 警戒个人 你们要小心 但是犹大叔 有一种 有一种谨慎 怕 好像 从内部 从内部出来 剿灭教会的那种 这种危险性 危机性 好像是在 所以犹大 他用很强烈的字眼 所以 向他们宣战 然后 他讲 叛教者 的灭绝 这个宣战是第三 第四节 对不对 然后下来 他要讲的是 叛教者的灭绝 一定会灭绝的 对不对 有 以前 出埃及的 以色列 不幸的灭绝 还有什么 堕落的天使 居留在黑暗之中 还有索多玛 俄摩拉 被这个火 就是灭绝的事情 然后 还有什么 第四 对 叛教者 一定有他们的错在哪里 的 责备 其实圣经 责备 当然 是为了警戒 信徒 也给他们机会 能够 现在走错路的 能够回来 所以我们 我们是怜悯 但是我一定会纠正 绝对纠正 我们中国大陆的 有些 从我们这边 出去走弯路的 绝对责备 我在大陆 香港 我一定讲错在哪里 但是我是蝶面 愿意他们回转 绝对不能欺骗其他的弟兄姐妹 能很纯净爱主的 第八节到第十六节 这个内容是最长的 所以他们的错在哪里 所以我们是对 不是对人 是对那个假道 的那个生气 后面有撒旦的工作 然后 第五 有一些警戒 最后还是警戒他们 但是也有什么 劝勉 所以刚才 我们读到一些 对不对 我们 我们要怜悯他们 他们还有疑心怜悯 有些要抢 从火中抢救出来 有些抵挡得很厉害的 你要在惧怕中 怜悯他们 所以这个是第十七节 到二十三节 然后最后 祝福的话 最后 简短的 总是 我们是平安之子 我们总是 也是愿意 祝福来结束 宣告主的荣耀 那么 你们 所以 这个二十四 二十五节 读的时候 二十五节 其实可以背下来 头脑好的人 就把它背下来 其实我们 可能七个礼拜 八个礼拜 这样把它讲完 可能有好多 我们要再重新再反思 再讲的 那今天我们 好吧 我们今天有时间 我们先看这个部分 很简单的这个部分 这个 这个 犹大的 身份 还有他 问候 教会的话 那我们一起看 第一节 耶稣基督的仆人 雅各的弟兄 犹大 你们看到吗 他的介绍 马上 有很重要的 一个意义在里面 说什么呢 写信给 被招 我们基督徒是被招 也在父神里 蒙爱 在父神里 蒙爱 为 耶稣基督 保守的人 愿 怜悯 平安 慈爱 这三个 三样祝福 多多的 加给你们 很简单的话 我们讲完这个 我们就结束 所以 我们第一 作者的身份 作者的身份 第一 我们先讲 他先地上的 雅各的兄弟 所以雅各的兄弟 要讲的是什么 其实雅各的兄弟 就是与主耶稣基督 同母异父的 有些人说 犹大士在斯蒂凡 他遇害的时候 很多人就离开 他是其中一个离开的 然后他就在周围的成义 继续传福音 然后兼顾主的教会 那么据说他是在这个 他已经过世了 生下孙子 孙子到了哪一个皇帝 多米田皇帝 罗马 多米田皇帝 那时候多米田皇帝 是比较恩待信徒一点 然后把他的孙子 带来见 朝见他们一下 然后看他们没有什么 好像为不足道的人 就放了他们 但是后来被放了之后 他们就带领教会 做主的工作 因为他们是主耶稣的亲属 也是他的见证人 对不对 都看过的 所以有这样的事情 听说是这样 这是一个属肉的身份 所以属肉的身份 也重要 这是主所给 所以可以总是看重 你属肉的身份 主要怎么用 各位了解吗 主要怎么用 你是第一代信徒的 有第一代信徒的好处 第二代信徒 第二代 那你先辈们 好像我每次讲到 虽然我是第一代信徒 但是我每次讲到 我姑姑的见证 这些东西 所以没有一个人的条件 是无用的 你们了解吗 当你介绍自己的时候 你一定有一些背景 那是神给你 为了福音要使用 第二 他说 我是主耶稣基督的仆人 所以他没有讲 我是他弟弟 他就说 这句话是最重要的 这句话其实是开头讲的 这个的态度是 最谦卑感人的 因为他带出的意思是什么 其实他 有些人是以为 他这样讲的话 他是 如果说 我是基督的 亲生的弟弟 直接看过他 那会更好 对不对 更有说服力 我们中国人总是讲关系 对不对 No 主耶稣的仆人 意思就是 我以人的层面 就算我跟他一起长大 在人的层面 一个属肉的弟弟的角度 来认识这位上帝 还是不够 结果 甚至他已经出来 就是做主的工作了 我们还是疑惑 不认识他 所以你单单靠 人的层面 有些看人的习惯 谈吐 来要认识属灵的事情 绝对认识不了 那道成肉身 从天上而来的 他是不能被参透的 所以只有什么 圣灵的工作 临到我们 临到我 所以我 那时候恍然大悟了 所以从此 我知道我是他的仆人 所以亚伯拉罕 大卫 达尼利 这些都是神的仆人 都是神的仆人 各位了解吗 所以我们都称自己为 神的仆人 我们没有特权 我们没有特权 玛利亚也是 人家敬拜玛利亚 没有特权 我们都是神的仆人 彼得雅各都是神的仆人 但是仆人 这个经义在哪里 各位 经义是什么 你们每次看到仆人这句话的时候 请问你们想到什么 仆人是怎样 一定是 听从主人的 这句话太重要了 那么 亲爱的弟兄姐妹 听从主人的 才叫仆人 所以我对现在很多的教师 牧师 他们不听从主 只有听自己里面心里的声音 只有按照自己的私语来讲道 然后自己要讲什么预言 自己心里面有什么预言 就这样讲 那神的话说什么 所以在我的眼中 这些人其实不是神的仆人 他们是 被了仆人的 仆人当忠于的 就是真理 所以 会有一些诊天说 神跟我讲 神跟我讲 这些牧师牧者 我最多是讲 神感动我 跟你讲这句话 但是讲的时候也是 我为你祷告 安着神的真理 判断你的情况 这样讲 那有一些 神跟我讲 神跟我讲 我给你什么 这些绝对不要随便乱讲 这是我们活在天使的面前 天使是带来审判的 对不对 上帝借着天使情审判 随便讲 一句话 欺骗人 在台湾去很多这种牧师 整天给人发音源 然后收奉献的 这种东西 你真的在神面前 你要负责的 所以有些这些讲多了 不好 真的不好 我不能随便讲 但是有一些牧师 牧者 他们整天做这种东西的 有时候我研究一下 我看 忽然间车祸死 忽然什么 遇到很不幸的事情 这样死掉 我不能说 全部遇到车祸的 都是这样的 对不对 我不能这样讲 但是我能讲 如果你的灵不洁净 你常常给撒旦有一个通道 你最后遇到的事情会不好的 所以真的好的神的仆人 她是守住真理 心里面不是这么确定的东西 在祷告 对不对 然后如果你不懂 按照神的真理来牧养人 不要随便看人家发预言 你也要来发什么预言 这个东西 就没有给你 你不要随便发 有时候你自己 好像感觉到你有感动 那是不是来自你自己的 你要祝福一个人 你要看 你的神意必定成功 为什么 因为看你的生命 爱主 为主而使用金钱 你做生意 什么各方面都是 要守住真道 对不对 要荣耀主 就看得到证据了 不是随便这样 讲的 那很重要的话 那么 另外 这是作者 第二 收信人 收信者 这些 这个今晚没有说 他写给谁 想必是写给一群 活在 这个假教师的 教导 很盛行的地区 但是我们知道 都是一群 他相当认识的信徒 基督徒 各位 我们会知道 这个假道 异端 哪里都有 比如说 比较没有文化 学问的地区 异端 比较猖狂的那种 假道会出现 比如说东方闪电 东方闪电 那个女基督 从东方来 这个一听就知道 有问题 有时他们讲 什么圣母 什么这些话 各位一听都会知道 在中国大陆去 什么门徒会 或者真耶稣教会 这些是异端 对不对 真耶稣教会 好像有一个 在江苏开始 一个信化的 有一天开始说 耶稣也 他也自己救不了自己 所以你不要奉 这个耶稣的名祷告 奉另外一个主的名祷告 是谁 就是他自己 这样的异端也有 但是问题是 人也相信 奇怪 我听的时候 IQ 可能50以上都可以知道 是异端 还会有人信 但是真的 什么意义叫 是无孔不入 这种 但是比较有水准的一端 比较潜在 欺骗力很强的 是在哪里 文化学位很高的 就是很繁荣的社会 城市地区 这样的 你就会发现 是是而非的教导 在那个时候 出来 信徒听 好像是讲圣经讲的 但是你再看下去 再听下去 那个中心思想 并不是基督死而复活的福音 原来是成功神学 原来是那些 什么新使徒运动 这些东西 在台湾去 有很多 一些非洲的牧师 无关的 这些来 搞这些特会 你知道有一个 非洲的牧师 他是Baptist Church的 非洲教会 真的很乱 他们都是大复兴 大复兴 都是上万 上万 然后 行很多魔法 魔术 这些来欺骗人 因为那边人很穷 然后他们就带着这样 就来 带着这样的恩赐 他们有这样的灵力 就来 然后宣告很多的预言 台湾 捞一大笔 现在进中国也是 这种神迹 其实你做出来 就是中国人最有钱 就是捞一大笔 然后到处去 然后坐飞机 然后这样 这些 有一个Baptist的牧师 他说 非洲的 他有一次很正直地说 我们非洲的牧师 我们到底是 preacher 还是 witch doctor 你们听得懂这句话吗 我们是传道 还是巫师 因为 我们到处去 行魔法 行魔法 然后我们 布道会的时候 不是说 谁要在基督 得永生 谁要得永生地 来到基督面前 他们 谁要得 visa come 谁要得工作 来 谁要得 marriage partner 配偶 来 来到胎前 这个东西 然后 成千上万的人上来 然后 做很多的神迹 歧视 这些东西 整个的信息本身 你知道 其实不是福音的 这个是 根本是这个世界的人 世界的道士 这个异教徒 有力量的 有超能力 全部都会做的 全部会做的东西 所以这些东西已经 太盛行的东西 我们一定知道 都是用这些 教人得这些财富 看这些奇异的幻象的 其实非洲是很多的 我不能说所有非洲的牧师 也有一些很保守 但是我们绝对要谨慎 这些 我看台湾教会也是很可怜 随便这样接受 这些牧师一来 成千上万的人都来 然后看这些成绩歧视 然后 过后一大堆奉献 就是收 然后就走了 这个现在的人 我真的觉得撒旦的力量 跟现在的人的私欲 是结合的很靠近 好像有一个牧师 对我来讲 我就坐在下面听这些牧师 我有时YouTube都开着 这个是荒唐 谁会信 然后我看 好几十万视频 奇怪 然后我去看我的视频 我的视频才 教老师要用 才几千个 最多道一万 这些 几十万 我说到底 这样的人的头脑 为什么 还是怎样 为什么这种道 能够会听 这所有魔力在里面 你们了解吗 真的有魔力 人的私欲 结合他们属灵的力量 真的在一起 我心里面实在是这样感受到 所以我们真的 牧师一定会整天讲这个东西的 一直到我回天家 整天讲 所以我心里面征战很大 我感觉从台湾回来 很多征战 所以收信者 所以收信者 我们一定问 这里说什么 基督徒是谁 他怎么说 基督徒是 被 什么 招的 写信给你们这些 被 招 英文讲什么 caught 各位 谁是被招的 亚伯拉罕是被招的 对不对 他是被招 所以他是过河的 对不对 过河的子名叫Hebrews 从 加勒地 乌尔那个地方 过河到迦南 从世界 过到天国的 过到教会的 你们听得懂吗 这个过河的意思 是这个了 所以 他们 这些过河的人 从世界 过到教会的人 应该 他们的信念 生活的追求 所传的信息 应该跟世界的人 不一样才对的 如果你在世界想发财 现在到教会来 也一样想发财 这个动机是一样 那 哪里叫过河 哪里叫被招 对不对 被招 亚伯拉罕 离开 本族富家 到我所指示你的地区 被招 从世界招到天国 走 这个意思的 一定有这个经意在 真正的基督徒信仰 是什么 被招的 第二 基督徒是什么 基督徒是 基督徒是 这里说什么 在父神里 这里说什么 蒙爱的 这句话出来了 在父神里蒙爱的 是不是 他这样说 你看 写信给 被招 在父神里蒙爱的 各位弟兄姐妹 被爱 和在父神里蒙爱 有一点点不一样 你们听 你是被爱的 你是被爱的 我这样讲 是什么意思 上帝说 你是被爱的 就是说 在没有爱的世界 残酷的世界 上帝爱你 上帝与你同在 你是被爱的 对不对 但是这句话说 在父神里蒙爱的 就是说 你已经活在 神的爱的保障里面 所以不管 你的情况条件 多糟糕 不管这个假教 是怎样的 有骗局 来要骗你们 上帝会保护你们 了解我的意思吗 你是在神里面 蒙爱的 有保障的 这句话是给 我们一个很重要的 一个窃句 最后说什么 为耶稣基督 为耶稣基督 保守的人 为耶稣基督 保守的 所以这个叫什么 这个叫 信徒的 保守 信徒的保守 神坚忍的爱 也可以说 我每次讲 一次得救 这个字 当然 很多争议 永远得救 这句话 有些人不喜欢用这个 其实 也用圣徒的保守 比较好 但是其实 讲得清楚一点 你是真的得救的 被神得着了 你是永远得着 上帝会保守你的 他会教你忍耐到底的 对不对 所以我是写信给这群 已经属主 被保守的 教你们不要惧怕 虽然罗马皇帝这样的 压迫你们 假到这样在教会盛行 但是你们要有 切据 assurance 切据 神与你们同在 你们是被招的子民 在父神里 蒙爱的 为耶稣基督保守的人 听得懂吧 所以信仰是有切据的 信仰不是单单 怎么叫切据 很简单 切据是你的confidence 你心里面的一个不摇动的一个名证 你的心里面不摇动的一个名证 好像我的孩子 不但我生了他 我爱他 他是蒙爱的 对不对 但是他有切据 他是被我爱的 我绝对不离开他 他有怎样的危险 或者他离家出走 我绝对不会disown他 我还会去找他 他有这个切据很重要的 所以信仰 你没有切据 我现在做得好 父神喜欢我 我等一下做得不好 我感觉不好 我有depression 我一直被压抑 神离开我了 自杀 你们了解我 绝对不是 人家没有切据 对不对 他是跟着感觉走的信仰 他不是有切据的信仰 了解吗 所以我们跟神的关系 能够继续建立 这个切据开始是很重要的 所以这个一开始就讲这个了 所以现在 第一 作者的身份 第二 收信者是谁 然后收信者 第二 然后第三 祷告 他为圣徒 为信徒 的祷告 祷告什么 这个有三样东西 有三样东西是什么 第一 怨什么 怨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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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怨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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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怨恨怨怨怨怨恨了 �lip 三样东西多多的加给你们 这三样 我们一起思想 这三样的东西 讲完就结束 怜悯是讲什么 神的怜悯 在世人都受审判的时候 神赐下怜悯 OK 夹给你们 有没有这个窃据 虽然我也软弱 但是我知道主怜悯 因为我是跟我的软弱 天天挣扎的 对不对 这个也可以说 当我们看到有一些 曾经在福音里面 但是后来他们被盗 走迷的人 主啊 求祢怜悯他们 我也希望我们能够有这样的心 不是单单读了犹大书 虽正虽假 不是这个 主啊 怜悯他们 他们被这些成功神学 神秘主义 被这些东西影响了 求主怜悯他们 这个是信徒应该有的 心里面有主的怜悯 第二 平安是什么 就是那些审判来的时候 索多玛阿姆拉被火灭绝了 这样的审判来的时候 你听到这个世界 国攻打国 民攻打民 好像这些 叫你 世人都很着急的 对不对 世界变动很厉害 怎么办 经济不好 trade war 你有平安 一定从哪里来 从你认识真理 你继续活出忠于真理的时候 你也会有平安的 第三是什么 还有什么 就是慈爱 这个慈爱 在犹大书的慈爱的这个字 不单单是爱的一个感情的爱 是有一个焦点的 有一个目的地的 所以神所爱的人 他有一个完美的计划 绝对的计划 就是一定要把它带到那个目的地 就是什么 一定要把你平安地带到 主怀中的那个慈爱 所以这个是绝对 绝对不变 也绝对负责任的 那个慈爱来的 绝对不是就爱你这样 不是 上帝的爱是有绝对的计划在后面 所以我们生命是常常怎样 知道这个世界会废去 或是望着终极的目的要走去的 这样的话 这个三样东西 怜悯 平安 慈爱 多多加给你 怎么多 当我们继续认识真理 忠于真理的时候 世界都被摇动 我们是很平安的 所以 这个前面的话 是很重要的 因为如果没有前面的话 开始后面 这个家教师 我们跟他们 征战 争辩 那信徒用什么 用 主已经与我同在的 主会保护我 带领我的这个窃聚 然后呢 征战 终于真理 OK 就这样 那我们下个礼拜 再继续 这个书卷 这个 今年 一定把这个讲完 我就这个月 跟下个月讲 那如果 11月 开始 我就宣教了 然后我跟我家庭 去一下 Holiday 回来之后 我就要到美国去了 所以11、12月 可能就没有门训 所以门训有的时候 这是很重要的时刻 真的很感谢主 我们弟兄姐妹 这样 周二这样抽空过来 今天我们也看到两位 我们小萍 跟Ivy 刚刚过的 这个布道会 过来 有没有 还有布道会过来 那 多很感谢主 我们大家一起忙 好吗 那欢迎 你们也邀请 其他的朋友 都可以过来 这个聚会 我们一起祷告 主感谢你 今天再一次 用你的话语 浇灌我们 主我们知道 我们活在 末后的末时 我们有 圣民有面对 很多的挑战 但是主 你已经与我们同在 真的如我们雅各 犹大 他 这么清楚地 在末后的时代 写这本书 警戒圣民 也叫他们 为真理要征战 主把这样的心 也赐给我们 赐给我们教会 主也 我们相信 主 你要使用我们 所以你要装备我们 求主 让你的仆人 有恩高 把这个道 能够讲活 也让 我们弟兄姐妹 在领受 这样的道的时候 千万不要麻木 他们能够遇到 一些真实的事情 能够看见 主他们 守住真道 为真理 争辩的 那个重要 就求主 显明给他们看 因为我们活在的时代 实在是黑暗 掳掠人心的 事情 思想 情报 是天天来 求主帮助我们 也保护我们 感谢你 求主保守我们 一路回家的路上 我们能够平安 我们祷告 奉主耶稣基督得圣的名 阿们